朋友们好 我们上课 下面我把纵景退皇八法的归纳 给大家说一下 汉法解表退皇法 在上汉论里面 麻黄连翘吃小豆汤 在这个金柜里面是贵之家黄芹汤 在这个兔法里面呢 我们把它说成储碧法 储碧促进退皇 就是那福房里面的瓜提散 下法 通府消瑜退皇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所讲的大方消失汤 礼热诚实 和法和解退皇法 作为兼政 义财无汤 这里面呢 让你临政 来化财 温法 两书都以据张仲景 在上汉论里面 方后诸里面提到 欲寒时中求之 我向大家推荐了医学新物的方子 阴尘诸福汤 阴尘礼中汤 阴尘四尼汤等等 那么关于清爬 这个呢 也是我们本篇 包括上汉论里面 反复强调的几个方子 就是说呢 对于湿热发黄 要分辨它 是湿热两圣 用阴尘浩汤 热重于湿 上汉论提出 只子百皮糖 湿重于热 阴尘五菱散 今天我们仍然讲了 湿热两圣 阴尘浩汤 湿重于热 阴尘五菱散 又多出来的是 热重于湿的 只子大黄糖 在这个补法里面 建中退黄法 尽管它的本意 是对伟黄提出来的 制法 一会我要讲 临床应用 为什么它 对于小建中湿 是吧 可以应用于 是吧 包括这个什么呢 黄胆的恢复期 或者残留黄胆不退 那么呢 一会我再给大家 介绍几个病例 消法里面 消瘀化施法 商论提出抵挡汤 我们这里呢 提出呢 什么 对女老胆兼有淤血湿热 那么就是呢 消失凡是散 好了 这是呢 有关重景黄胆病片 是吧 所说设计的八法 是吧 包括和商汉论综合起来 名为呢 重景退黄八法 是吧 确实呢 内容比较充实 而且呢 对目前临床应用 很有价值 这个关于建中治胆的问题 因为这个呢 已经超越我们 这个讲义本身 所提出来的戒柄定煮法 的含义了 是吧 我们第一要求本科生 掌握 伪黄和黄胆的 见面点在哪里 应是深黄的颜色 它一定是伪黄的 是不是啊 那么是脾之色 是脾虚的一种呢 不容易基辅的一种颜色 也是比较暗 或者说呢 没有光泽 这样的 关键地方呢 它是小便怎么样呢 是自立的 不存在着黄胆的不利症 另外呢 胆病里面的三黄 是以目黄 为鉴别要点 那么它目不黄 目不黄 也可以说 有的时候 它的眼目啊 还因为脾虚 气血不足 显得暗淡 显得暗淡 应该是这样的 包括有拼血外观的话呢 颜碱呢 比方白啊 是不是啊 这个口唇也发白啊 这都是外向 所以和那个黄胆 是很好鉴别的 现在我要讲 小建中汤 它在临床适应 还可以用于小儿的 是吧 溶血性黄胆 这个建中治胆的问题啊 实际上呢 犹在境 它呢 对于这个虚黄 补出补法 它有一个很好的建立 我呢 请大家注意 它说呢 这个服黄胆之病 施热所欲业 故在表者汉尔发之 在离者公尔去之 此大法也 等于按照我写的八法归纳 他提出一个看法 就是在表者汉尔发之 在离者公尔去之 此大法也 难也有呢 不时而造者 是变 变得什么样呢 轻力为润倒 像诸高法间 今天呢 关于下法里面 我应该再给你写一个 下法 除了大方萧汁堂以外 还有一个什么呢 诸高法间 润造 萧鱼通面 这个六板讲义 已经把这个方子去掉了 伟黄呢 就是说呢 他出了两张方子 犹在境认为呢 这个轻力为润倒 那么呢 如诸高法间 我说这个下法是润下法 他认为呢 是把轻力变为润倒 那么诸高法间之志 第四他提到呢 是不热而寒 不实而虚热 便功为补 便寒为温 如小煎中汤之法也 就补法应当列入 致黄胆可用也 第五 其有奸证错出者 如果呢 先至奸证 而后至本证 如小半相 即小财虎之志也 就说呢 看到了什么奸证 你就应该怎么样呢 随正之志 见偶 小半相汤 见什么 腐痛而偶 小财虎汤 所以呢 他对我这个八法的这个归纳呢 也等于呢 给一下综合分析 这些法都是治黄胆不可缺少的 那么 关于金人呢 和这个历代一家也有 比方说王旭高 这个一案里面 提到对虚黄的案例 用小煎中汤 治法 啊 疗效很好 所以现在呢 已经被公认 对于黄胆的恢复期 以及残留黄胆不去 用建中法 用建中法 可以达到呢 什么呢 就是不需 以资化缘啊 治本来退黄 还有中医杂志 和中医内科学 都反复讲掉了 就是用小煎中汤 治疗溶血性黄胆 啊 有治疗意义 那么中医内科学 还是强调的是治疗伟黄 啊 治疗伟黄的治法之一 这个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 下面呢 我想说呢 就是我自己的临床的 啊 一些看法吧 啊 体会 仅供参考啊 首先呢 我想谈一个病例 这个呢 我曾经发表论文了 但是因为篇幅的问题呢 这个病例呢 他没给我攒上去 我借此机会呢 说一下我这个啊 一个52岁的男性啊 他是一个干部 而且呢 他是以肝病毒携带者 16年 没有任何症状表现 那么因为他是搞水利的 98年大水之后 99年大兴水利建设 他必须到生产第一线去 那么就是在这两个月的紧张工作中 他发现首先是呢 乏力了 另外死少了 再一个呢 有辅障的现象 突然出现 明显的黄板 他因为他是干部 在前线上 他不好意思请假下来 后来同志们说 你眼睛黄了 你身上黄了 他自己呢 才觉得应该 回啊 就是说做体检吧 结果一检查的情况 特别的伪重 特别的吓人 啊 什么情况呢 干弓的情况啊 实验室检查 骨饼转胺酶酶 3692 正常40单位 他是多少倍啊 3692啊 是吧 骨槽转胺酶200 那么碱性磷酸酶 是137 总胆脂酸308 总胆红素225 我现在说的这主要的方面啊 B超显示呢 肝脏弥漫性病变 肝的幼液啊 长88毫米 厚60.9毫米 腹水 轻度胆囊炎 脾厚57毫米 这个主素呢 我也综合一下子啊 就是不遇食啊 消瘦 腐胀乏力 不发热 尿黄 色入豆油 量不多 而且是白变啊 那么望枕的话呢 暮黄 身黄呢 略暗 就是我刚才讲的 失重于热的那种 阳黄应该是什么呢 暗制 怎么知道他是阳黄呢 我说全体 就是他这个整个体 这个体征里啊 就是尿黄入豆油这个问题 这个实际上阴黄 绝对不能到这程度 这是一 精神状态好 你就说这个病情这么 要不他为什么还坚持在工作第一线啊 就是思维啊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状态 还是挺好的啊 但是舌址上看的身红 胎呢 薄润 切诊呢 脉沉 小闲 就显得没有 没有太大的力量 那个脉 西医诊断 重症已干 雅极性肝坏死问号 为什么 雅极性肝坏死不是一接诊的时候 就那什么 是当我20天以后 去用综艺去辨证实质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 他向我介绍啊 就是西医院的精致大夫 包括他的那个 就是参加会诊的人提出 我们现在已经怀疑他是雅极性肝坏死了 我现在说呢 什么情况 就是他是99年9月8号的入院 99年 这个住院20天以后 那么通过输血 静脉点滴胸腺态 中药英枝黄注射液 后来又加的单身注射液 黄芯注射液 因为他这个是个中西医结合的 是西医院里面的西医中的同志 另外口服保肝药 这样的治疗方案以后呢 病情控制了 病情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当我去看的时候 这个孤病转胺酶酶 已经从3692降到180 比40还多出多少倍啊 相当四倍左右啊 骨草转胺酶呢 这个已经降到 从200降到134 碱性磷酸酶 从137已经降到124 那么总胆脂酸 308降到264 总胆红素开始进来的时候 是225 现在已经反增到515.8 黄胆啊 就是增据了 等于翻一倍一样啊 225到515.8呀 是吧 那么关于B超的结果呢 腹水和那个胆囊炎的情况 依然存在啊 呃 临床的表现的话呢 就是我看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面色上吧 暗制 是吧 那个食欲呢 很差 食欲很差 另外整个就是病人躺在床上 不能下地 已经到那程度 西医为什么邀请咱们综医去看 实际上是家属提出来的 那么当时分析的情况 为什么怀疑到雅极性肝坏死呢 因为治疗的过程中 出现了霉胆分离 什么叫霉胆分离呢 霉降下来了 这个胆 总胆红素升上去了 看见了没有 从3692的那股丙转胺 降到180 降的好吧 是不是啊 降的很好了 那么但是呢 总胆红素 我不说肢解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就不说那些细节了 但是呢 翻了一倍 因此怀疑呢 他要就是变成肝坏死的情况 希望综医能够合作一下啊 但是第一个方子呢 我出的时候是因为呢 就是我自己去看 我觉得应该是失重 因为他那个面色 和他那个尿如豆油 那个样子 我就阴沉五菱散打着底 这个方子里面 我阴沉一两 金钱草一两 这个我也等于告诉你 不是解实 金钱草有很好的 清热立湿 是吧 这样的作用 所以配合阴沉 那么福灵三十颗 株灵十五颗 泽泻十五颗 用什么了呢 用活血药 同时我用止血药了 因为他已经告诉我 说这个病人比较伪重啊 那么我用了单身 用了十五颗 我同时用了毛根三十颗 因为我有顾虑 怕他上腔静脉出现问题 鱼筋呢 有二十颗 内经十五颗 党身二十颗 黄旗三十颗 行器的药呢 我用的佛手 十五颗 那么用了胶三仙 割二十颗 后来的方子 就像这个样的 出入大体上四十五 五副药以后 这中间也用了 鸡内筋了 什么胶三仙了 包括甘草了 病人的好转的程度 是什么样子呢 第一 恢复食欲 而且吃的 他父亲提出意见 后来我们建议他呢 就是胡萝卜煮羊肉 这是当归生姜羊肉汤 我们认为呢 用羊肉来补血补中 是吧 那么关键是给他扶正气 用胡萝卜 胡萝卜 就是炖的烂烂的 再就是呢 牛肉炖那个大萝卜 食欲好的时候吧 能吃两三碗 把他父亲吓坏 他父亲说 你要是好时候 你能吃多少 他说我好时候啊 肯定也能吃这么多 但是我已经好几个月 没这么吃了 就像呢 够不着底了 吃的非常好 后来我们说 你想吃 你分顿吃 少食多餐 你也可一顿吃那么多 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见肝之病 治肝传痞 当天食痞 时时顾乎他什么呢 脾气的问题 这个方子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第一 阴城五零散 一定给湿热已出路 而且我这里面注意了呢 用金钱草一两 配合阴城号一两 这是一 第二呢 关于福证 健脾的药 我很早的就用上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二多天 你像西医用胸腺态 什么意思啊 也是增强他的免疫功能啊 输血 什么意思 还是增强免疫功能 结果呢 这么好的药 那他最后到西医药花了 接近三万块钱 就是到最后出院的时候 咱中药 那就用的 那就是几千块钱 是不是这样 那么 所以福证的药 特别是健脾的 什么黄旗三十颗 党参二十颗 是吧 那么 疏干 行气的药 名叫淤金啊 是吧 佛手 佛手呢 价钱比较贵点 但是他比较轻柔 不像什么财虎啊 清尘皮啊 那么 就是墙 所以佛手相缘这一类 对于这样的一个虚弱的体质 又是阳谎 我用的 我觉得配合肌内筋 效果很好 最后用姜爪 过过一起 黄旗啊 配白猪啊 配党参 党参呢 有一段时间呢 用到太子参 但是从来没用过别的 这是一个 单参 比方说觉得怕太凉了 就改成龟胸勺 当龟穿胸 这个持勺 是这么用的 不是白勺 然后呢 45副药以后 黄胆显退 乏力减轻 食欲尚好 好的程度 就像我刚才说那样 大便正常了 就是 差不多用到 15副左右吧 就是两周之后 大便的颜色 就是茶水样的 对吧 而且非常通力 非常通力 完了45副药以后 尿色和量 完全趋于正常 两个月以后 复茶单供 是最好状态的时候呢 就是 骨饼爪安眉88 是正常的两倍 古草转安眉 是69 碱性磷酸 没75 总胆脂酸 19 总胆红素 46.5 是吧 病人坚持服用汤剂 我说吧 改成完药吧 他说不 完了后来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去掉毛根和株灵 改为阴沉20颗 单身30颗 单规20颗 穿胸20颗 吃烧15颗 后破20颗 为了仿 他的显明化 干显明化 治别甲15颗 杀人10颗呢 是为了 还是浮度脾胃 30颗以后 又是一个月 一个这样的一样 改成完药了 做成完药 那么也就是呢 住院期间 两个月当中 有一个月 是在服中药 出院以后 坚持一个月 改成完药 正好是三个月吧 现在已经追踪 三年了 这个病人 出院以后 休息半年 所有的检查 完全正常 乙肝 病毒携带 是一个 阳性不能改变 其他完全正常范围 这病人呢 现在是正常工作 而且他的女儿呢 考上研究生 他都觉得很大的 这个 支持不说 这是他家的两大姓氏 据说呢 这个健康啊 是第一位的 这个病例啊 给我的感触呢 非常深 我下面来谈一下呢 就是关于乙肝 这个治疗过程中 我觉得目前临床上 有几个误区 值得提出 目前治疗肝病 包括甲肝 乙肝 肝硬化 这些方面的方药啊 非常的多 尤其广告 都说他能转阴 是吧 疗效显著的不得了 我认为 纯中药 或者纯西药 都没有中西医结合 更切合实际 是不是啊 像我讲这病人 如果说光纯中药 他这个改善 他的这个化验时的 这些指标 不会这么快 这么彻底 是吧 如果说纯西药 他都担心到 每一感分离的结果 促成 雅肌性肝快死 那个预后 也是相当可怕的 但是我们中西医 两个法治疗以后 这个效果这么满意 我曾经说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有的患者 他说的 他的家人 就因为这个病死掉的 你们能治 首先是表示怀疑 不相信 但是这个病人呢 他每次来诊的时候 他向那些病人嘛 介绍他当时什么样 我们检验科的人也说 这个病例简直是 最能教育人 中药 就是能够治疗黄胆 现在我 我觉得 对于甲肝乙肝 包括物肝 和肝乙化的问题 是应该从重景的 这些精光里 吸取精华 而林郑的这个 化财问题 确实你应该 从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 我首先谈误区的问题 就是说 从临床实践看呢 那么 广告上所说的那些 我认为 临床实践看了 不尽人 不尽如人意 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对不对 毕竟呢 要从这个 不仅临床症状改善 应该把他的生活质量 提高上去 就是呢 实验室检查指标 真正的改善 才能算呢 治好 临床控制 或者说呢 获育 误区之一 误区的第一个 就是把炎症 通通的视为热症 炎者必热 热者必清 大量的使用清热解毒药 是吧 尤其在乙肝病毒 现在不能在世界范围内 把它明确的分离出来 因此呢 药物的针对性 没有解决 如果说中药 或者西药 用什么凶陷态啊 干扰素啊 还是来从 通过什么呢 提高免疫功能 通过辅助正气 来呢 怎么样呢 使他的这个 病毒的复制 得到控制 或者呢 慢慢的清除 是这样的一个机理 是吧 所以我认为呢 大量的使用清热解毒药 从辩证失智的角度来看 治疗肝炎 这种那个 做法是片面的 因为肝炎 特别是假肝 湿热 淤额者多 从我们 今天学习的情况 张宗景 那时代都那么认为的 湿热偏多 是吧 如果只去清热 就是去 以清热解毒药为主 势必更加损伤脾胃 因为他本来就是 见肝之病 治肝传痞 痞的症状 首先出现 而且为重 比方说 通常我们所熟悉的 厌油腻 什么症 对不对 纳叉 恶心 变糖 或者大便不爽 都是脾胃 湿热的表现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形容这个湿热之邪啊 像 这个油如面一样 难解难分呢 要不我怎么说 湿热为患的话 热中于湿 退黄容易一些 只能说退黄容易一些 而湿中于热 需要呢 一段时间 它比较慢 比较难 这个呢 就形容说 如油如面 难解难分 所以一个就是清热解毒 只能退热 湿血怎么样啊 更不好办了 再加上大剂量的这个呢 对脾胃 对大剂量的清热解毒药 对脾胃损伤更甚 更加没有食欲 对治疗很不利的 所以这种误区 就是不变症 只变病 把炎症和热症 划等号 是完全错误的 这就是说 我们说是现在走向 中西医结合 在这个疾病的 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希望 中西医理论的那个融合 这条手段上的呢 采长补短 是吧 不要强调哪一方面 削弱哪一方面 我们的对象是同一个病人 应该为病人负责 出发点 应该是为病人负责 应该促进病的疾病的康复 或者相遇 误区之二 对无症可变的乙肝 万事清热解毒 补医脾胃 活血化育 容易酿成坏病 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好多乙肝的病人 是通过体检偶然发现 他本人并没有明显的 临床症状 是不是 那么尤其现在 中国是乙肝发病率 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病的 不管是在年龄和性别方面 已经没有任何特征可记 是不是 就是一个话音单来告诉你 他乙肝病毒携带者 或者是小三羊 大三羊 一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的 小三羊 大三羊出来了 但是临床 无症可变 你中医怎么办 我认为呢 滥用清热解毒药 损伤脾胃 造成食欲不振 消化吸收障碍 身体每况愈下 有的时候啊 不是他疾病自然发展到那程度 是药害的结果 中药也 西药 是不是啊 因为很多药 他容易对肝肾损伤 尤其是西药的副作用 应当引起纵失 所以呢 有的时候 肝用药 但是他这种乙肝病毒的标志物 并不能够恢复 并不能转阴 反而呢 带来种种的弊端 比方说 补医脾胃 说健肝治病 治肝传痞 当先食匹 我腹症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认为 肝温的药物 最大的 弊端是什么呀 令人踪满 令人踪满 本来人家吧 吃饭问题还没有什么症状 叫你这一温补以后呢 脾胃气质 庸塞 中药了 所以腹胀啊 气质啊 出现了 你说是他病情发展了呢 还是由于药物给治的 不对劲了呢 所以这个呢 很值得思考 这个问题 第三个误区 我认为 对于肝硬化 这样的病人 是吧 动辄活血化瘀 动辄就是软肩 或者弓肩破肌 软肩散结的药 你别假 或者是假猪 用上 他不是一回两回 就是软肩呢 是不是啊 用上以后 药价高啊 如果说有些医生 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 我方方都是 假猪 别假 你受益了 患者怎么样啊 经济负担增加 病如果不见好 情质对肝病 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呢 医患之间 应该合作 应该呢 从实际出发 是吧 我认为肝硬化呢 是慢性肝病 显微化的归宿 其病程之长 身体素质之差 脾胃功能之不足 可以说 不言而喻 是吧 那么如果企图 以活血化瘀 攻坚破肌 那么来治疗 这种病情的话 那么这个恶果呀 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 病变呢 是长期的肝损害 不能寄希望 以活血化于 攻坚破肌 来起到塑效的作用 第二呢 就是凡是活血化于 攻坚破肌的药物 对肝有直接的伤害 你比方说三嫩恶珠啊 是不是啊 那个土瘪虫啊 大啊 就是那个褶虫 大黄褶虫丸嘛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配合 比方汤药 我再给你架上 一个大黄褶虫丸 这个都应当考虑 对肝的损害 长期服用 对肝脏本身 损害的这个药物 是不是啊 这个也容易伤症 活血化于药本身 也是容易造成的 就是置虚 容易置虚 第四个误区呢 就是中西药病用的 沥水沥尿 地段渗多 说那边西药 是塑尿啊 双清科尿塞呢 用着呢 咱们这边呢 再去用什么 五菱散 五皮引啊 什么车签子啊 是吧 包括 俊下注水药 联合应用 很快那病人 就会出现什么呀 伤阴的表现 口干啊 舌趾身红啊 是不是啊 或者是变 这个大病解啊 就是大病情况 不是不治 不是不爽了 反而呢 肝解了 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不得不想到 啊 这个我提到 这四个误区 实际临床上 我认为应当 遵照综医 特别张宗宁 变病与变症 相结合 以变症为主 一定要变症 用药 不能 一个尔论 是吧 特别是呢 甲肝来 是凶猛 那么对于转胺 急剧升高 黄胆明显 有发热 或者不发热 小变黄 甘区疼痛 消化到症状明显的时候 那么特别是 从舌和脉上 都表现为 湿热两剩的情况下 应当以 这个清理湿热为主 兼 输干 里气 健脾合胃的药 刚才我举的病例 就是三个方面 合起来用 也不要呢 单纯的去 清理湿热 一定要注意到 什么呢 健脾合胃 疏干里气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小材湖汤啊 或者阴沉五菱散呢 这样的方为基础方 然后加上健脾 和消失的药 第二 因人而异 辩证为主 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辩证则药呢 建议解读 比方说 用思逆散 加鱼筋呢 或者是 刚才我提到 今天草了 现在认为 白花蛇蛇草 有调整 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不光是清热解毒 它还比较柔和 还有呢 调整免疫功能的作用 所以这个比较好 还有呢 像山药啦 白扁豆啦 是吧 鸡内筋啦 这些 都是应该常用的 是吧 口苦 或者舌苔呢 黄 白 微腻的话 那么应该加鱼筋呢 包括我说的姜黄啊 这样一类 从血分上调整 那么促进它 是吧 这个 疏干 力胆 这样的 我认为 小柴胡汤啊 它这个 适用于肝胆 胃热 消化到症状 比较明显的 是吧 那么如果是 这个 健脾和胃的药 应该以山药啊 扁豆啊 骨牙 麦牙 这肌内筋 这一类的 凉血药 像刚才我提到单身 提到吃勺 这一类 单身的话 用上的量的问题 要问病人 胃的感觉 消化功能的情况 如果呢 它比较好 这个单身呢 就量多一点 如果要是呢 胃呢 觉得不舒服 那你就15克 15克左右就行 啊 所以呢 疏肝理气 健脾和胃 这方面 为主 建议解读 不要过用 俊猛攻伐的药物品 啊 比方说 对酒精肝的这个问题 肝炎后的肝硬化 是吧 这个 血迹虫的病的肝硬化 都应当这样考虑 疏肝理气 健脾和胃 完了逐渐的来消散 不要急于求成 慢慢的 缓缓的涂治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就是两点意见 一个是坚持 疏肝理气 健脾和胃 保证消化 吸收功能的正常 那么 这个地方呢 就是对于肝 显微化呢 导致肝功损害 这个问题 是吧 特别是它表现 肝趋呢 疼呢 是隐隐的 或者是呢 有时候疼 有时候不疼 浮胀气质 时候保障 不敢多吃 这样的情况 一定要注意这样的 是吧 就是保证脾胃的正常的 纳于化 啊 来促进它恢复 第二呢 就是软件散节 必须在脾胃功能 渐韵的情况下 运用 因为肝硬化多数呢 脾也跟着 有所总大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攻坚破机 但是量要小 缓缓凸 这个活血药呢 就是比方说 一般的活血药 我已经讲过了 植物药 有几个啊 有分等级的 那么不可以的话呢 从来要 适当的选用 适当选用 只能展用 或者呢 标击解决以后 那么呢 改用平常药 也可以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 汤药配合 相对的丸药 现在的丸药 比方大黄折冲丸 鳖甲尖丸 学府注意丸 都有丸药 在用量上 要因人而异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 这个 我关于这个 黄短病片呢 这个 整个呢 就讲完了 关于我提出的 这个问题呢 就是都 仅供参考 还有我想说的一个呢 就是关于 单向的转案没高的话 是不是 都是干工的问题 因为这个呢 也是临床常见 因为 那个 中医现在也得学会 看化验单了 看那个实验室 检查结果 是不是 那么逐渐摸索 我们的中医的辩证啊 治疗啊 反馈的情况啊 要做分析 这样对我们提高临床疗效 从理论上进行整理啊 挖掘是很有帮助的 我想呢 对于单向的转案没增高啊 应该考虑除了湿热以外啊 那么它并不一定是干工减退变化的最早的一个指标 它是干工变化的一个指标之一 但不能说是唯一的 因为这项指标啊 它也有特一方面的这个标志 一个比方说胆道疾病 胆囊炎了 是吧 或者是胆囊胆道结石 那么诱发的炎症 是吧 那要是能总呢 就是另外说了 就是胆道的疾病 可能呢出现这个 还有一部分 现在流感病毒 它变异 有的呢 它也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吧 心疾病 心疾病 用药的过程中 你要检查干工的情况 有的时候就这一项 总安眉增高 可以考虑是药物来的 还是疾病本身 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 这在用药的时候 你要考虑 而并不是干病 不是干病 另外在南方的话 虐病 现在也是会出现总安眉升高 糖尿病的病人 你会发现他在检查大肾化的时候 他怎么会发现 哎呀 我是不是这段时间 用药不对呀 我怎么转完没 升高了呢 是不是降糖的药物和什么 对我的这肝功有损害了 这地方吧 你还得侧重临床体征 再看他的状态 咱们就是 通过这个地方 我也是强调中医的 这个是独特的优势 就是呢 变病与变症相结合 与变症为主 症后 不变 你还是 底方不变 然后随正致之 再一个就是假抗 也是 也会呢 在化症单里头出现 转安眉升高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话呢 就是 我因为呢 就是这个牙病的问题 我曾经一段时间呢 上牙科 我没有肝病 但是偶尔的大声化出现 那转安眉高 高不多少 我挺害怕 回头的话呢 牙科的医生告诉我吧 是牙病 特别是一尺 或者蛀牙 那么的话呢 他也会引起 转安眉的升高 时间的关系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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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